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 上礼拜主要也是讲到有关 利用问题02部分 做出一些输入自动化部分 并且可以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置 包含A栏跟C栏 或者是输入一个小G 它会自动带出资料 然后最后把资料写到资料库 SS资料库里面 一般如果你是单机型 因为SS毕竟它是一个单机型 就是你自己个人使用是OK的 但如果你要分享给其他人 比如说你想要其他人资料 也能够写入到你的资料库的话 SS资料库也可以办得到 只是说它必须要做网路分享 相对的其实非常的麻烦 网路分享在那里 你如果要设定的话 记得预设值按右键 开启网路相关设定 里面的话你可能需要 先把你的共用 网路共用部分 它预设是不共用 你可能要把它设成共用 不过这个设定还颇麻烦的 当然我在云端上有放那个步骤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着设定它 也可以办得到 只是说你可能它在查一下你现在的IP位置 然后还要告诉别人说 你的IP位置是多少 当然一般性如果说你要共用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一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的话 当然在单元03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叫SAMP这个东西 主要这个SAMP当然它其实不是只有MySQL 它还可以开发像动态网页 就是PHP 我们主要是拿它来加MySQL 可是这个步骤的话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些 第一个当然请各位先把SAMP下载 里面有两个版本 一个5.63一个7.1 7.11 当然旧版新版拿一个比较好用 其实我自己还是用的比较习惯 还是5.63的版本 稳定性各方面都比较没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个7.11的 我们暂时练习的话 就先用那个5.63这一个 第一个当然你就把这个 这个给下载下来 它100多M 好像有下载一个 那你如果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请各位做一件 因为这个是免安装版本 但是你必须还是要做 它是免安装版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这个东西下载之后 那因为我们这个理论上 我平常上课 其他地方只有低跌 因为这边没有低跌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把它下载到C跌好了 只是说C跌每一次下载 下一次来又不见 那我们练习 反正回去 我是建议你有兴趣的同学 假设你要架设网站 这个就可以了 不管是动态的静态都可以 PHP MySQL 这上面都有 而且它还可以加深那个Tanket Tanket就是用Java写 写那个什么ServerLate那些东西 不过我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个延伸性还蛮大的 那你第一个你就把它解压缩字辞 我的习惯拖拉按右键 右键拖拉过来 解压缩字辞就可以了 那它的档案大概100多M 如果你下载下来100多M 可是解出来大概要473M 不过解出来之后的话 大概一点时间 解出来之后你只要需要做两件事就可以 那因为步骤比较繁琐 所以建议各位参考 我们云端单元03里面的程式 MySQL里面 那里面的话大概几个步骤 第一个 我这边有步骤 就是解压缩 解压缩字辞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低碟 因为我们没有低碟 你就解到C碟好了 然后接下来执行两个东西 先执行这一个 再执行这一个 步骤比较繁就可以了 各一二这边都有 然后呢 在因为执行这一个之后 会启动 启动那个 我们的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主要是 会 第一个这个Apache 实际上 就是server 这个web server 就网站的伺服器 那MySQL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网站资料库的伺服器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个server 它的好处是 安装非常的简单 那SAMP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懒人包 这懒人包是什么 就反正都帮你打包好了 通通都放在这里就对了 而且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比较没有费用上面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当然 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然后呢 解压缩之后 打开它 接下来呢 记得你那个步骤 只要不要做错了 我相信安装这个server是非常简单的 不过 还是有同学会做错 为什么 因为可能步骤 我不知道 其实只要按照标准的流程 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有同学还是做错 比如说他可能多做一个动作 或少做一个动作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在Windows 7 是应该一定没问题 可是Windows 10 会有一点点问题 哪里有问题呢 等一下我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环境是Windows 10 那第一个把它setup一下 它会出现 叫你要等待一下 Please wait 之后的话 如果你出现 怎么have fun 那恭喜你 你就已经完成了 特别是你只要 安装一次就好了 之前有同学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 为什么我的画面是这样子 为什么 我本来不知道 后来我自己 再点两下 我后来发现 因为你已经点过了 你点过了 你不要再setup 第二次就看到这个画面 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因为我自己装过了 我不会再装第二次 可是我同学忘记 他已经装过了 或者他觉得好像装过一次 好像没有安全感 可能一定要装第二次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什么状况都有 那你只要怎么样 照着那个标准流程 来安装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 问题 接下来的话 就执行什么 执行这个samp control 然后你会怎么样 可以把它启动起来 那当你启动的话 就按一个stop 他就什么 帮你启动起来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Apache 闪退 那 MySQL会不会闪退呢 MySQL你会发现 他就执行起来了 那怎么知道 怎么执行起来 他出现的从stop变成stop 然后呢 这边有破号 表示他使用了你的那个网路的这个Pol 然后呢什么PID吧 他的那个 这个 整个执行的ID吧 里面的 这边都会有 就是数字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应该OK的 那再来Apache 特别注意 为什么他不能执行 其实 这个也是非常多 同学遇到的状况 尤其在你们自己电脑里面 也会发生 我之前也是没发生过 后来我发现 其实 在我们这边的环境 你们待会注意一下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等一下 请你在那个下方的齿轮 设定有没有 请你把它点开来 跟着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在 看一下 这边按右键吧 右键里面 跟着一下 请你在右下 左下角 这个Windows的 这个有没有 图示按右键 这边有个 所谓的那个电脑管理 那叫出这个画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找到你的那个什么 电脑 按右键也会出现 反正就是找到这个 电脑管理 那请你把这个电脑管理 执行起来之后 做一件事情 这个Apache 应该就可以执行起来 其实我刚才使我 转这边电脑 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转不起来 后来我的职业告诉我 应该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启动Apache 你不能有 其他的那个什么呢 web server 已经安装 因为你一台电脑 不能装两个制服器 那因为呢 在Windows有些电脑 预设安装好之后 他会已经帮你安装了一个叫 IIS的一个web伺服器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他就等同这个Apache 也是一个网站的伺服器 也就是说 假设你这一台电脑 有安装IIS的话 那就可以装一些web上去 不过开发路 开发动态网页 可能就是用那个ASP 搭内测的技术 那就不是用PHP 所以不同阵营可能用的server不一样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我印象中只要做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把它怎么样 停止掉 因为它已经怎么样 把它占用了 占用了那个网站伺服器的那个Po号 那个Po 80的Po 那怎么办呢 你干脆最简单的方法把它停掉 OK 停掉之后的话 当然你先不要启动它 OK 然后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Start Start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就跳出来了 因为呢 我把那个IS给关掉之后 然后它就把80Po给让出来了 可是让出来的时候 你这时候呢 因为你会使用到80跟443这两个Po 这时候呢 防火墙就跳出来 说你要不要允许存取 特别是这个地方一定要允许 如果你没有允许的话 那之后你的练习 也当然不能存取 因为防火墙会把 存取这两个Po给挡下来 就跟那什么呢 你家的门就一定要把它打开啦 不然不打开 人家没办法进出一样的道理 所以允许存取 这样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 这个画面出现的话 OK 恭喜你 你已经把server架设起来了 里面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web 一个是资料库 那待会我们主要是利用MySQL 帮我做一些事情 那请各位呢 先试着做到这边SAMP的安装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 特别是从那个server上面 我的那个单元03里面去找到那个SAMP 那我是建议是先用5点 有一个SAMP563 XAMPP563 当然上面我有放一个更新的版本 是711的 不过最近用起来 感觉其实还是用 用旧的比较顺手 基本上两者差异性很小 弄起来其实很多地方都一样 但是有些小地方设定上面 当然不太一样 不过我是建议我们先用533好了